而说到这名涉嫌杀害中国情妇的名医黄凌杰 许多医师同事呢 还有大学同窗对她的印象都是沉默寡言 平常其实不爱说话也不善交际 那么会涉嫌做出这样的案件 真的让大家直呼不可思议 我们也找到她在大学求学时期的毕业照片 发现她过去读照比较多 擅长小提琴 但是很少笑容 翻开北一毕业纪念册 涉嫌杀害中国情妇的名医黄凌杰 求学时期照片独家曝光 毕业册的个人页面上 只见黄凌杰拿着小提琴 旁边自我介绍就写着 这是我的世界 其他还有好几张照片也都是在拉小提琴 似乎相当骄傲自己的音乐专长 只是黄凌杰的照相时都很少笑容 只有这一张 穿着白袍的实习一身独照 难得开心的笑 旁边则写下做什么要像什么 但仔细看 黄凌杰提供的大部分都是独照 似乎与同学比较少出游 看得出来 黄凌杰在求学时期 好像很少户外活动 但要核心医院主治一身情间 黄凌杰和妻子 搬到位在北投的这栋大厦7楼 虽然搬过来好几年 但邻居都说 平常这家人都很有距离感 不太跟人家讲话 不太跟人家讲话 对 陈总平常会打招呼吗 很少 平常人看起来怎么样 比较冷漠 平常看起来怎么样 你很少看到 真的喔 人都很低调就是了 对啊 有打招呼就对了 那他有被收押了 嗯 邻居提到平时所称的黄医生 竟然涉嫌杀人 都直呼不敢相信 曾与黄凌杰担任过同事的医生 则透露 黄凌杰平常话就不多 很腼腆是沉默寡言的人 不善交际 但没想到会因为涉嫌杀了情妇 被逮捕 在同期医生眼里都相当震惊 崇一新闻 秋猛记 社长一台北综合报道